国宴冲烧海参 现在胡大师一步入学 就能烧出国宴冲烧海参 今天我们做一个冲烧海参 这个冲烧海参就是各个地方 有各个地方的做法 其实这个山东 人家责道才是当名菜 因为我们国宴 我们也是根据那个也是 山东的师父王熙田师父 曾经肯定是 他是山东的师父 是我们的老厨师长 对对对 是不是 一直都是他们手把手 交给我们的 这个海参是水吧海参 稍微放点油在围边 还有大葱 料酒 盐 胡椒 味精 酱油 淀粉 简单 但是简单做出来也不简单 咱们现在就开始 第一步咱们就把海参 给它剖开了之后 把里面的东西给它 取消一下 洗一洗干净 它这个嘴这个地方 它有沙子你看 对 我们宴会用了都把这个肠子 都给它取掉 对 取掉 但是有的人它不取 它这个一般的烧着吃的话 可以治胃病好像是 对对对 我这是听他们说 这是真是这样 其实这个海参肠子这样 比如说鲜海参啊 不去可以 但是就是甘质的海参 尤其甘质环境不太好 发完之后里边就有点冷 就叫糗烂的那个肠子 一定去到 它有臭味的 对对对 这个我们自己年类一干海参 我们都是自己发 有的时候我跟我 哪个小孙子说 他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吃海参的 他说哎呀 这个海参没有我 爷爷说的海参好吃 我说你千万不能这么说 是不是 坐在主桌上 我说人家是婚姻 人家这个东西不能说 你真的告诉人家 告诉小孩 哎呀你吃就行了 放在盆子里面把它洗干净 主要要把这个沙子给它洗掉 那个嘴 对 就是这个嘴这个地方 那你有沙子 咱们按照国宴做的话 把这个肠子也再取掉 这很是啊 真不好 发大 是 一斤出到六斤就可以了 后续就五六斤 对不能再往大 他跟现在你说 他不能发到十斤 十二斤 十二斤的都有 有 他们人了 一下水 马上就没了 这个海参就洗的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有沙子什么的 都得洗掉了 再取掉了 取掉了之后 这个洗到这种程度 我们再出下水 出水 这出水 那洗锅 那边都不过一干 不是现在就不怕了 在涨发过程当中 有一点油都不像害人了 对 现在没事吧 现在没事吧 因为马上就收菜了 还要加油 是吧 对 这个灰水啊 主要是把一些杂质的东西给拿出来 这个都没有关系 其实主要是区区异味 对 区区杂质 咱们再把这个葱给它切一下 葱切成段 这个一成半长吧 就是用葱白是最好 对 自个是用葱白 咱们再把这个葱白给它打点发刀 这个等下炸出来之后能好看一点 它也容易出味 这个葱要吃的 它不是简单调味的 所以要有型 选择这个精 对 还可以多焯一会儿 有点硬 好嫩 对 实际就这个东西不是定式 用焯一遍 它如果要味儿大 肯定要焯两遍 甚至更多 就要去异味 稍微洗一下再去洗 好 什么样才能温得到 焯这个水都温得到 比如说一句话 叫有味儿则使之出 无味儿则使之出 那么出去的味主要就是异味 所以焯水就紧 可是没关系 这个五口味 两口味 所以那骨头味 那它两口一几 骨头味 这海参不会 这个我先把这个葱 给咱俩剥一下 亲爱的网友们 好好学 跟这胡大师一步入学 并能烧出国厌 这个口感的出入海参 这个五十分油 都会下蛮小火 比如咱们下料 因为老家里做好多肉 你们加这么多料 他不知道 就是说什么菜需要做什么料 不知道 像咱那个 您这个炸酥是有用的 还有炸酥油 是吧 甚至炸完酥油干料 还有煮水 煮完的水在焯海参 实际咱们是综合的把这个香料做到固定其用 最大的去除了一味 最大的增加的香味 是吧 对 因为这是宴会 我愿意 因为你叫我来讲 我愿意就给它讲 对吧 稍微有点黄色 这种颜色是最好的 这个等下我们给我淋 那个葱油的时候 这个还可以用 刚才你们说呀 这个家里面的做法 我给你们弄个家里面的葱 怎么样切 家里面就用的这么切就行了 对 这样好入味 我在家里面不计是怎么做 咱们这个其实等下收的时候 咱们可以用 我哪天 我翻了翻那个王毅金老的时候 当时在那个大伙堂做的那个彩谱上写的 他还是怎么做 很做 他还是怎么做 切个条 对 他有一部分切条 有一部分是切末 我说出气是怎么做 所以说我们 他就是为了 对这个味好 不会出来 来啊 这个里面放油 就是我们刚才炸了葱的那个油 这个我们还使小火 这个葱也不要炸糊了 传统的葱烧海鲜 就是就怎么收就行了 因为我们在老饭谷给人家讲 我们就把雷笼起来做给人家讲透了 嗯 好不好 嗯 把这个葱边的这个稍微有点带黄色 嗯 这就这就可以了 这一点你就放在里面 收 把海鲜放在里面收就行了 因为我们今天那种国宴的做法就是 我们是汤 先把这个海鲜喂一下 喂一下叫它入味 把这个海鲜放在里面 把这个海鲜放在里面 这个汤啊 按照我们现在你家里面 你没有那么多汤 你有点鸡啊 有点肉啊 这个边边角角啊 你可以熬一点这个白汤 老鸡 老鸡 放骨 你还有那个鸡爪的 龙骨啊 什么都放在里面 你给你煮就行了 好嘴 但是有白汤收出来 它肯定是香 因为你那个水肯定收得香 这个收的时候我们加点料酒 这个里面跟它对点味 要不怕最后收出来这个没有底味 黄酒 加点盐 这是盐吧 这是糖 这应该就是盐 放点胡椒粉 我们家里面家庭版的 为了好看 你想我春节的时候 我跟小孩们收的话 我就给它整个的 平时我就给它改成小刀 这么一弄 一收就特别好 嗯 过年的时候我收完了之后 它就画到网上 它这真真残着 它这夹的还是厨师好 你看这个一煮没有 还真缩了 是不是脱水以后就变成了 它还得缩 还得缩了 放两片姜 真的起去腥了 这也是多烧会儿 这个又烧得特别软 小火 喝一会儿 好烧 来 酸汁一倒了啊 有喜欢这位老饭骨的 厨具的 好吃啊 好喝的 来我们老饭骨灌一灌 这都是我们老饭骨自己的产品 这是十一的锅 这海鲜已经是焖的差不多了 烧的 一般的有个四多分钟 二十分钟就好了 这个汤啊 煮大灰蒜 烧椰蒜就不用了 对 烧椰蒜我就不用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烧了 这个海鲜呢 已经露好味儿了 露好味儿之后 我们那个烧的时候 再给它 再给它缺点那个葱姜片 还是刚才这个葱油 我们再编一编这个 葱姜还是要叫它出点味儿 冰淀葱 来入味儿 烧完之后第二遍 第三遍 每个一次它就松下我的洞鲜 对 现在就可以开始放一点姜油 加上姜油之后 就放点那个白汤 没有白汤 还有一种方法 炸完的葱 铁蒸 加水煮 用这个拿水煮 对 煮完以后用这个汤 然后这个水再烧海鲜 这个味道也分成浓 火大师是按照火焰水经骤的 以前小范鲜 看着挺正确的 黄酒 加点盐 加点糖 糖也是提鲜的 再弄点那个胡椒粉 这个葱就放在这里面热一下就行了 它底下也有味儿 一边做也别熟 这个葱好摆得上呢 等下收在里面它找不着了 入味它得香剂出来了 然后还不能破坏其形 所以为什么好多烧都烂了 它这样有形状 小火这就差不多好了 好 装盘了 哎呀 猴哥 吃什么也不容易 吃什么 做的多腐烂 这个等下看这摆在哪个盘子里面 好 我还把油热烤 对 大汁 加点火汤 汤有点少 加点料酒 黄酒 黄酒 老汉骨的黄酒 再加点酱油 盐是稍微有点淡 够签 把那个汁都过去了 然后爬到里面都有沙子 不厌了就加点精细 再来点油 来 出油 来 出油 放点 这就放酱了 行 行 行 在整座的上 它可以单吃 单吃的话就一个人一个 冲一个人银银 希望大家喜欢 我演的冲烧百生 厨子 立刻 大家 使用有掌红了吗 好 好好好 下去做 现在这海参 还行 这一拉就知道 海参有入味 这鸡头台了 脂线非常明亮 海参 这个非常入味 葱香味非常浓郁 其实口味挺苦的 一遍一遍 用三遍去弄 是吧 你看这多艳的 出水 出水 然后再拿汤入味 是吧 再用清入味 最后再成形 所以说它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很严谨 所以它有这个菜标 是不是 博大师今天是用心去控制这个菜标 鲜味有了 鲜味有了 异味基本的 对对对 没有了 这样的菜才是好菜 所以说这就是博健的独到之处 简单 当中不简单 平凡当中不平凡 一个普通的食材彰显了胡大师高潮的记忆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饭骨 吃饭不含糊 我一见胡大师 哥哥好 哥哥要来了 我心里边特别高兴 是是是是 后哥你瞧 我跟你这么多年 你玩乐 后哥我们一看的领导 你看咱们有剧的 后哥是那边当领导 对呀 对呀 我们搞事的时候都是他给我们烤鸡 只有他烤鸡就算数了 别人搞的都不算数了 赚不了工资 是不是 你看 忙忙碌碌做了一辈子国演啊 退休以后又来到老饭骨啊 团争记忆 发挥一点娱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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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老大哥都发挥娱乐 我也是后来 后来人家其实是人家那个 郑大师当时 当时跟我说 北京饭店的 郑大师 哎呀 你过来也得发挥一点娱乐 我过来发挥一点娱乐 但是坐着 教教他们 我说这也行 就是技术传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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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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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昆冬是吗 这不是 刺儿是吗 刺儿是吗 刺儿是好 刺儿是好 为什么我跟你说的都要买刺分呢 所以说这个 这不是 这是你这有的 属于刺身 是刺身的一种 这是刺身里面的最刺的 这一天老让人 常常心里不舒服